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在机场发现了高级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已经有热水了 这里有个关于Surf Music的展览 头一次知道还有一种音乐类型叫Surf Music 我们到了波德连的机场 这机场好热闹 哎呀 为了拍这个花田 我们还特意掉头回了 因为这路边根本没法停车 我们现在是在Silver Forest State Park 今天要走的这个trail叫做十个瀑布trail 走了这个trail就可以把这个公园所有的瀑布一万一百几 这是第一个瀑布South Forest 十个里边最高的一个 落差有177匹 而且可以走到瀑布后面去 这是第二个瀑布叫做Lower South Forest 只能居住个瀑布 还有其他水远东瀑布 여러분들都 你跟坡 вообще带走那些 鱼缀 最后还可望到了 就是只能在这里 看一下 外面是 amor 我们现在走到North Force了 太热了 其实刚才走了好长一段 中间只有几个乏上可乘的瀑布 直到我们看到的这个North Force 但其实North Force 附近有一个停车场 所以不想走TRAO 可以直接从停车场走过来 这里还有一个水连洞 然后那边还有一队幸福的新人在拍照 看来如果想穿漂亮的瀑布 在这个公园的话 真的不用走这个TRAO全程 南边停车场走两个瀑布 北边停车场走三个瀑布 也就足够了 我们现在就刚刚 走到Romona Falls Trailhead这 点前的这条河叫做Sandy River 季节对了 是可以看到三分之一道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Mountain Hood 这个就是Oregon境内最高的一座山 而且是一座活活山 它最佳的登顶季节是每年的四五月份 我们现在是七月份 所以就只能在这附近看看瀑布了 其实事先我不知道 走这条TRAO要过Sandy River 而且Sandy River上没有桥 要是知道的话我可能就不来了 因为上次在夏威夷大岛我掉到了河里 就一直对过河还心有余悸 我现在过完了河腿都还在抖 后面的同志们实在是不好意思 不过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不过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现在走的这一段也是著名的Precific Crest Trail的一部分 在这一路上都可以看见Mountain Hood 而且Vill都很漂亮 就是太热了 现在终于走到这条TRAO的高潮了 这个就是Ramona Falls 它是躺在深山里面的一个大瀑布 因为这里有树林 阳光不太能够直射进来 所以瀑布的颜色看起来会特别的漂亮 而且这小平地方就因为它水气的笼罩 要比周围还要凉快许多 围城正好感到下午最热的时候 一离开瀑布周围的温度 马上又上来了 而且还有好多会咬人的苍蝇飞来飞去 我真的想不通 为什么说这条TRAO最好是夏天来走 明明夏天就又湿又热 虫子又多 超级难受 又看到Mountain Hood了 说明我们离停车场已经不太远了 不过在这之前我先得过这条河 据说以前河上是有那种foot bridge的 但后来有一个同步的人从桥上掉河里溺水生亡了 所以现在索性连桥也不架了 来的人自然就少了很多 今天我们是在哥伦比亚河谷 这条河谷总长超过了80英里 它的北边是沃沈腾 南边是奥维根 最深的地方五四千米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TRAO叫做刀荒腾路 上山这一路都特别的阴凉 也没有虫子 不过路边有好多的point road 所以走起来要小心些 我们上山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沿着河谷带走 所以时不时就可以从这个树林的间隙里边 看到特别迷人的河谷风景 上山的这条TRAO叫做August Burger Trail 其实从另外一边叫做Dog Mountain Trail的路线 也可以上山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要稍微长一些 不过也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上坡就会平缓很多 爬起来特别的舒服 据说五六月份的时候是野花季 也是这里最漂亮的时候 虽然我们现在是七月份 可是还是可以看到山坡上长满了野花 非常的好看 走到接近山顶的时候 风就开始变得很大了 不过说实在的 风再大 要比前两天在那些又热又潮的树林里边 要舒服很多 而且这里往南的话 其实是可以看到Mountain Hood 如果你往北看的话 如果你往北看的话 还可以看到 你往北看的话 还可以看到 你往南看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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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下山了 哎 气热 走错路了 回去了 下山我们走的就是更陡峭的那一边 Mountain Dog Trail了 在山顶的时候风大路滑 太阳也大 我刚才摔了一跤 但是进入树林以后就好多了 特别是如果有Trekking Poe帮忙的话 这个陡峭其实不算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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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是在 Washington Park的 International Rose Test Garden里边 这里离Portland市中心非常近 Portland有一个绰号 叫做玫瑰之城 不过这并不是因为 Portland是玫瑰的发源地 这里的第一只玫瑰 据说是19世纪的时候 作为一份Widing gift 被移植过来的 不过这里的气候 非常适合种植玫瑰 所以从1907年开始 这里有了一年一度的玫瑰节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欧洲的玫瑰还被送到这里来 免遭炮轰的灭灵之灾 所以玫瑰之城说的 应该是Portland 是一朵跟玫瑰很有缘分的城市吧 Portland还有另外一个出名的绰号 叫做Bridge Town 主要是因为穿城而过 有一条河叫做Willamette 上面洋洋洒洒洒建了12座桥 我现在所在的这座桥 叫做Horson Bridge 这是另外一个景点 Pitalk Mansion 这里可以俯瞰到Portland的整个市区 这个房子最早是一座私人住宅 它的主人超级的热爱玫瑰 也是Portland成为玫瑰之城的一大工程 这个叫做Fried Chicken Melt 我们在那个Jojo Tracks买的 然后这个特别的地方是 它外面用的是日本的那个小炮 就是日本的比较好的那个白面包吐司 然后它给煎过 看到这个雕塑就知道我回到家了 那你有什么感想 还是在电视频里面 因为有这匹马吗 你不是说是什么恐怖 怎么又变马了 小时候不是有一个结婚动画片 有点点燕鼠的故事 燕鼠的故事讲得上 燕鼠和现代人文明的冲突 可深刻了 皮毛有多有量 哎呀好可爱 还itch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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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